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首推产品 奶黄金鲨鱼饼 价钱是100元一盒 香不同事件 有一个维度 大众典笔首宿道香打卡 又送一个 接着来我试完这个 黄鱼 应该是类似酸菜鱼的味道 有些金针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玄江西路 话说在过去的24小时 下了很多很多雨 大家有看新闻都知道 在这条片拍摄的早 大概15、6个小时左右 香港还发生了1884年以来 最厉害的暴雨 看的新闻超级恐怖 深圳也是 当然广州其实也不少 但与深圳和香港比 是有段距离的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珠江边 大家看看那些江水 多混浊 通常什么情况会这样呢 下大雨就会这样 全部是黄色的 看见江面 就不算很多漂浮物的 就不会说有些树叶 那些东西飘来飘去的 还好我看新闻又是说香港的 哇 几恐怖啊 有人在沙田那里 有餐艇 是的 车在红磡 过海隧道就红碎了 红水的红 超级恐怖 至于现在呢 可以说是过去差不多 24小时 是不用开遮的短短一段时间 从昨天下午开始下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上一集影片 我不是在珠江新城拍的 我都很猶疑究竟去不去 但真的没有片出 没办法的 有胆粗粗去试一下 当时已经要带傘出街了 然后到了夜旁晚上 到了晚上 更加不用说了 下到乌里单刀 然后今天一直都在这儿下 到了夜晚的时候 那些暴雨 黑色 黄色 红色 橙色 就全部出来了 然后到早上竟然还要上学 可能因为我们住那里 月秀区也不算太严重 早上我用大个铝发片 一路落一路落一路落 现在就是露面的情况 有人要用遮 有人不用用遮 我呢 就没有用遮 虽然不能这样比较 但始终广州那些 它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山 比较平坦 暂时我看到这里附近 地面大家都看到 不算很多积水 就算走到外边 马路 都情况不是很差 今晚我就约了老婆 过去长寿路那边吃晚饭 顺便买下菜 不知过去的情况又如何 去到再说 广州其实到今天下午 那些学生仔已经要上学了 昨天早上天河区也不用上学了 到下午没有了 只有黄雨 再翻半咒 真是搞笑 大家看看我們所在的位置是沿江西路 前面已經是大中樓 越海關 那些雨又落起來了 大家不知道是否看到我的攝影機動態範圍較差 正前方是陸居路建立了一幢大廈 前面立白中心也看到 在吊雞那裏就是陸居路 右邊是陸居路 左邊是黃沙碼頭 方川碼頭的方向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還有前面這位非裔商人來到廣州 可能他覺得很出奇 在他的老家類似的情況未必會見得太多 他在雨中一人漫步 覺得和他遠在家鄉的親人 在分享喜悅的時刻都挺開心 他在演繹一種我們小時候 叫做落雨帶過來長堤邊玩水 就是這樣我們小時候 至於在這裏過去已經是人民路 我會繼續往前走 我約了老婆在黃沙地鐵站等 再往前一點已經是六二三路 很近黃沙 其實如果大家回到廣州 作為一旅遊景點 如果天氣不是太熱的話 其實好像現在這樣走 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古舊的建築物 包括比如說這裏去人民路 右邊就是東亞大酒店 再往前一點到晚上就會開燈的 舊月海關 郵票博物館都有 如果繼續再往前走 就已經是往沙吃海鮮那個地方 還有再前面還有月影樓 都是會去得到的 又可以在這裏坐下 渡輪 過江 過去河南那邊 而且大家看到 通常如果打颱風的話 這裏是船 江上 至於河上的船 是不會開放 不會運營的 現在已經可以繼續走 其實所有事情已經過了 但是至於去到西關那邊 會不會有積水呢 應該是排水排得不錯的 早前我們經常看 荔灣區 尤其西關那些 在整路整路整路 其實大多數都是一些 排水的工程 那些是怎樣說的 都挺慰文的 老實說 因為那些工程是做了 沒有人見得到的 不水浸就是好 究竟去到今天又會怎樣呢 去到西關那些路 又會不會全部浸著 不能走呢 我們去看看吧 好 我和老婆回合了 現在當然要逛逛街 而且永遠都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買菜 這條叫甚麼路?大同路? 梯雲東? 不過都是這樣 我們通常很容易搞亂 都是那句說了九千多次 認住這個領展西城都會 應該是大同路的 大同路我們見到很多賣凍品那些 那些就是了 是嗎? 是的,大同路 剛才我們在江邊說過 究竟回到西關會不會水浸呢? 還可以 最起碼我走這一段 是見不到要踩水 食品凍品品化 還有可能在高樓大廈下方 很大風 這裡 仙頭外江邊都沒有那麼大風 面前這裡就是梯雲東路 即使我對梯雲東路那麼熟 來到這裡也要看看路牌才行 在這裡過去是可以見到一個市場 但就比較小 至於我們就去長壽路地鐵站 旁邊的市場 那裏應該叫做 馮原路市場 叫做多寶路市場 是的,那裏我們要經過上下九 又帶大家來看看 黑雨下的上下九 不過現在都不想黑雨 有些英俊都已經不用擔遮了 跟剛才我們見到那個非裔人士一樣 他們都在欣賞廣州的雨景 對廣州來說 好處是沒有那麼熱 如果大家想回來吃這個不裁忌的牛腩麵 和炸雲吞的就在這裡進去 和龍里 今天應該是有開門的 但我們今天不吃這些 有荔枝菌賣 又有蟲蛹黑蟲露 這裡街上有很多這些東西賣 又有榴槤、蟲蛹批發 還有大家看看地下 因為這裏樹木很厲害 很多 市政是抵贊 我想昨晚的時候 落到這條路 應該會有很多樹枝 落下來了 雖然過了這麼多小時 但清理得一乾二淨 對面老婆在說中小老 看你這位應該挺好賣 換幾手 老師曾經一段時間賣過蕭蠟 蕭蠟是第二手 第二手 在大同路這裏附近 是有很多類似這些 醫療器械的店鋪賣的 又有呼吸機 又有一些輪椅 他們都是正規渠道入貨的 因為這裏附近 有很多那些 賣醫療器材的公司 貿易公司 不過之前有一次幫觀眾找屋 我最記得他住那裏 樓上 以前他住那裏 樓上 已經變成了一個賣醫療器械 至於對面就是廣藥 比如這邊又有一些拐杖 又有一些方便去洗手間 又有鱗椅 還有一些是有電動的鱗椅 在西關這些地方走 有一個好處 上邊的樹木 好像一個屋頂 就算去到很熱很熱的時候 都不會太曬 還有大家看看 如果喜歡樹木的 來這裏慢慢看 都可以有不少收穫 但是代價就是 條爐比較窄 還有些電動輪椅 是可以放後面再站多個人的 講明骨架都比較硬 還有我見過是有人用的 真的會站在後邊的 不過平路才行 終於我們來到 應該是十號路 還有大銅路的十字路口位 其實前邊已經是 接近上下九步行街的地方 我們會在前邊那裏 過去長壽路地鐵站 大家可以記住 如果你們很喜歡 看一些樹木 看一些西關舊屋 甚至乎 可能想過來 看看有沒有一些 醫療器械是適合用的 真的很便宜的 的話 你可以這樣走 走完就去上下九步行 看看吧 至於我面前這裏 就已經是 應該是十號路 對 第十號路 是 連香樓屠屠居都有 我們計劃去連香樓 看看月餅的價錢 可能會買些包包 就算不買月餅 還有我認為 本土的月餅 廣州 應該是連香樓 是比較合適的 價錢又實惠 連容又美 因為有時候 買給家人吃 第一肯定是要買好的 但是有時候 日價太厲害 即是甚麼意思呢 它的牌子佔了它的成本很高 其實不太划算 但是連香樓 就比較適中 我們現在走這個 十號路的騎樓底 看見 其實又開了很多店 你先不要管它賣甚麼 而且開始看到有些奶茶店 還有這個雞煲 說說今天是一個星期五 按道理如果不是下雨的話 應該是會挺熱鬧的 回學後的第一個星期五 通常都是要玩到盡興的 下雨就沒辦法 現在雨停了些 就會多的人出來逛街 即使下雨這麼大雨 也有很多人來買月餅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首推產品吧 奶黃金沙月餅 價錢是100元一盒 有8粒 這個盒子挺似的 這個盒子也有100元 這一下 你看 連香樓也有臘腸 30元一斤 生產日期9月1日 夠新鮮 而且幾十載 包包著 或者一些比較傳統的 這些連香樓的月餅 我見到是 比如說五人這個 是137元的 連容也是126元 又或者連蛋黃都沒有的 蓮蓉 98元一盒 純正豆沙 小時候就是吃這個 77元而已 豆沙好吃 是啊 豆沙 77元一盒 是啊 又有栗子溶 低糖 黑鮮滑 溶 做甜品好 多少錢 30多元一袋 雙星錦月餅 不知道什麼味 69元一盒而已 真是值得 是啊 只是名字也值 還有低糖 是啊 1808元 平時我們走過這個區域 都沒有那麼多人 一來到月餅 買月餅的時候 挺旺盛 除了買月餅之外 還有很多手信可以購買 連香樓的東西 是挺便宜 做得挺好 最起碼是在廣州做的 因為中秋節 你不只是拿兩盒月餅 就可以 買的 買些鳳梨酥 榴槤 榴槤 我們都吃過 挺好的 有包裝 又漂亮一點 甚至乎 上面還有這些蛋卷 39元一罐 還有一個這麼有趣的月餅 挺小的 是啊 一盒而已 手掌這麼大 多少錢 26元一個 這個好 這個 有時候 吃不到那麼多 回去應一下 這個真的好 真的 中秋節 除了月餅 又或者是 一些禮盒以外 還有買些臘腸回去 也挺好的 剛才我們見過那些 我們可能會去前面 路口 文昌路口那裏 買些臘腸 就是繼續往前走的 皇上皇 那個臘腸當然好 就到 經過不遠 我們來到文昌南路 前面就是皇上皇 就是我們要買臘腸 臘味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買臘腸居多 原來皇上皇都有月餅 六十一元 我見到最便宜的是 臘腸在這裏 散莊臘腸 28元8毫 既有包裝好的 又有散莊的 既有臘肉 又有臘腸 還有上邊有很多火腿 上邊那些是金牙火腿 又或者這些臘肉 鹹魚也有 似乎這些蒸飯也有 有時候 如果出外邊旅行 挺好的 還有一些散莊一盒合的月餅 一包包的月餅 都是有的 五人 138元 買臘腸 臘腸 是的 還有這些 這個好 85元 是的 皇上皇這些 送禮好 200 是嗎 好 80元不到 臘腸買完了 魚又毛毛細 繼續下 我們現在會去市場 買少許菜 然後去吃晚飯 也不是說沒有積水 這裏就是廣州酒家門口 可能它在做工程 弄得排水不好 不知道 好了 經過忽遠 終於我們來到市場 大家看到 需要丹傘 又需要丹傘之間 又不算很大雨 大家再看看地下 真的沒有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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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換成以前 今天下雨下 這樣 這裏的水 汗髒到你害怕 來到收工時段 現在剛剛五點 市場 都挺熱鬧的 這間我們之前來過 變成賣十元店 現在變回賣菜 這些市中心核心區域的市場 到傍晚多人來買菜 上次我們去西華路 看到早上的人多 至於這裏 大家看到傍晚的人多 再來吃過很多次 真的很好吃的芝麻糊 繼續開張 賣生菜 前面還有龍眼賣 我看到是3元一斤 不過那些可能是前面爛的 後面那些應該是貴一點 應該是5元 還可以賣 這邊就賣菜 我們今天因為過來這邊 沒有開車 就不會買太多 真的買幾條菜 就去吃飯 再來 芝麻糊 放出來 一盒一盒在這裏買 真的很吸引 耶 八元兩斤 quarterback 發� sustaining 兩斤 我看到菜蔬3元半 不會說因為下雨 增加了些價錢 絲瓜三二四 看到又便宜 Carol scroll 青瓜總共兩這裏 這裡有多士多不同壽家 因为今早下雨 没有来买菜 所以现在停了雨 现在来买菜 这里有鲑鲑5元 红萝卜2元 菜价没有飙升 背瓜、娃娃菜 可以等很久 没有白芯 这个市场是很勤长售路 它作为一个半户外市场 都算是比较大的 来到傍晚是热闹的 我们很少会早上来 有时候早上会看到 它会有那些差不多中秋节 一桶桶的月饼买 还有这里买虾蟹挺便宜的 比如这些花蟹仔28元 前面23斤我们买过的 是可以的 质量不会太差 只不过我们待会还有饭吃 不买 如果是早上买菜 经过的那些 我们就会买一斤回去试试 现在我们看到猪肉 10元8号 龙骨15元 傍晚不买猪肉 但是如果懂得选择的话 来到这个时段买 价钱便宜了很多 瘦肉、没有肥的那些 15元一斤 我来自老婆想买这个尺 5元鸡 其实是想买黄花蜜 是雪梨的梨 不是红木的黄花蜜 2元半 真是热闹的 早上他们没有来买菜 所以等到现在才来买 平时虽然热闹 但也未至于这么热闹的 这个市场除了户外部份 还有室内部份 通常我们室内部份 都是路过而异的 可能我们会穿过室内部份 去吃晚餐 穿过这里就可以出回刀补路 这里又有些水柴 买贝、壳、壳、各种都有 还有粟米 平时如果不下雨 这个区域 会有很多小贩 拿些菜出来买的 都是成馆都给的 但是今天就没有了 斩料有有 10元一盒 跟平时都是一样的 平时到现在这个时段 都是会有的 还有吃饺子 没有了特价 你看一下 连这些饺子店 因为它正在开老城区 会广州话的优先 首先它必须要写幼善 它不可以写 不懂广州话不请 是歧视 幼善 对不对 这些店铺挺好的 之后我们就打算买些面包 买些面包 明早早餐 买不买 好了 该买就买齐了 轻轻走过市场 亦都看过 接下来我们就去吃晚饭 去回保华路的方向 经过北远 我们就来到恒保华庭 这个商场 平时我们走一楼和负一层 去坐地 看不到上面这个旺了这么多 很多餐厅 有卡萍 又有黄恩的茶餐厅 它是广式的 很划算的 又有增仙 又有潮汕牛肉火 至于我们 就去前面的杜香吃晚饭 早几天喝茶 喝不到 心疯疯 所以今晚就过来杜香吃 其实不是 是我们怕下雨 如果去保华路 里面的小巷吃吃完之后 又喝到含含声 那就糟糕了 在这里的好处就是 一落楼下就是地铁站 有些餐厅准备开张 后面又有熔雨 没有以前那么旺 以前就说最旺的时候 当然是 都会好一点 等位吗 已经要等位 这么惊人 不是 它是5点半开门 现在未够5点半 差一点 里面很大的 怎么会这么快等位 每一次都是迟了15分钟 就没有位 不会 现在他们是等开门 现在 1726刚刚开门 再来 大家看看 这个 就是我先头说的 电动轮椅 可以按键 后面站个人 至于这里 刚刚开门 我们就快点进来 爆发一个好位 这里坐得舒服 我们又找到座位 当然了 这么早来 这个时段又有点菜又有点心 我们就会像往往拌 吃又点点心 又点点菜 这样 首先这个优惠推介 有一次 紫水酱蒸白切 不正确 不正确 芝蓄炖鱼 不正确 这两个加上68元 还有龙虾衣面 168虾是值得吃的 如果不只有我们两个来 这个好 又或者山海斑两尾 两种吃法 都是1-2-8只鱼 不别了 只有一张小纸 又有蒜蓉粉丝开边蒸虾 如果让我来决定 我会叫这个 辣菜有的 还有这个 蟹子虾仁粉丝煲 49元 这个可以考虑 不用叫做主食 蒜香骨好像普通 牛饼49元 鲜豆腐48元 如果现请朋友来 至尊烧鵝88元一例 这些回去搬鱼吃也可以 还有这个 鲍鱼鸭母渣 扇鸡 238元 拌肉52元 其实就不算 价格太离谱 价格太离谱 大风鲜 148元 还有红鲜乳鸭 43元 盐焗鸡 58元 清暖鸡 69元 至于点心方面 有葡萄 又有叉烧酥 叉烧酥可以考虑 虾饺吃不吃呢 常常吃虾饺 想想 还有珍珠鸡 牛仔骨 鲫鱼 鲫鱼球 通常这些点心 都是正常我们去喝茶的点心 如果是点心 只吃点心 可以考虑 炸脆奶 也可以考虑 蘿蔔糕 又有 还有这个很厉害 如果是早上喝茶 可以考虑 这么大个 不过早上喝茶有特价 再来 这边是蒸鱼 蒜蓉粉 蒸鱼 蒸液月贝 54元 6只 正好 这个 優惠 应该是刚才看到的 大黑 再加个龙蛋 2-3-8 杜香 是属于什么呢 当时是比较高 坐得比较舒服 但价钱 又不会太昂贵的一个餐厅 你见到那些客人在门口 这么早就等位 便知道 杜香不同时段 还有大众点评 手术 道香打卡 又送一个 刚才想付钱买 真是好作 再来 还有这个 又是 29元 八一煲 当然要尝尝它 然后再点了 两款点心 两款菜 因为我们通常吃饭 都是这样 吃剩一个女儿在家 等着我们 那些食物 就拿回 让她继续吃 我们的点心 就送了上来 这三款 这个是赠品 这个是虾饺 虾饺 虾饺 价格是32元 这个就是 鳌爪 也是32元 我认为 道香 他们是这样的 特价 每天都没有切 很多门槛 令到你尝尝不到 又或者你要吃 一百八八 才给1.1元 鸡 它就不会 总之你来便有 但其他的菜式 就相对 价格提高 一点 但是 失数一定是不会变差的 例如像这些虾饺 是贵 真贵 只是说它 但是 所有功夫做足 都是会黏着筷子 而且 都是会滴汁 而且 中间一样 会有 一粒 红草糕 打字 好像不会 好像不会 好像 还有 满100元 减12元 但我不知道最后 会怎样 我来当案最贵的说 新鲜二辣蒸出来的虾饺 里面有一只大虾 我不拆解 很香濃的虾饺味 很划算 它的皮也挺厚 但没有那么容易穿 厚皮 接下来 这个 鳳爪 色水挺深 而且没有我最讨厌的一旺油 与此同时 这个也来不及 三十元不用 我们最初以为只有一条鱼 原来有两条鱼 不要搅拌它 两条鱼 29元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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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 它这样 它做开了 两条是食馆的 我先吃鳳爪 吃过这么多地方的鳳爪 这条鱼 道香的鳳爪 我算是比较喜欢 无论是早上喝茶也好 甚至乎放在饭面 鳳爪 排骨饭都好 我都很喜欢它的鳳爪 它不会弄得很大 处理得 炸得 又不会炸到它 发到很大的 那些不知怎么做 再来 而且这种酱汁的鳳爪 它也不会很咸 一方面又可以满足到你 吃骨的愿望 又不会太咸 有少量的蒜香味 而且我很怕它的鳳爪 做得很大 唯独去哪里 应该是去 花面岛 桥尾 那里 它必须帮美国鳳爪 但它就不会整只 那么大 一只上来 都不知道怎么吃 切到这样的尺寸 就好了 此同时 这个粉丝煲 又来到 真是不知道 从哪个开始入手 有些虾 有些魷鱼 有些魷鱼 还有大量的粉丝 还有粉丝 大家看到 我最喜欢它 不会一煮 整煲都夹得起 它是 简单单 有炸开过的 还有看到里面 也有一些 蟹籽吧 应该是 煮得再好吃也好 粉丝一夹起 整抽 好吃也很好 这些就是心思 试试一只虾 先试试 都是雪藏虾 好实实 但是 都不会说很厉害 雪藏味 或者是小小实实的感觉 粉丝 嗯 粉丝很香 到现在为止 我最满意的是 粉丝煲 我很喜欢吃粉丝煲 但是有时候煮得不好 又会暗 又会像我刚才说 一整抽 有时候可能会太咸 又会太油 其实不容易煮得好 这些粉丝煲 它还会放少少少 红萝卜丝 进去 不会全部 揉在一起 现在是6点13分 幸好我们今天这么早来 如果好像早几天喝茶 没有位置 前边还有一张桌 我看到 后边有一张桌 感此而议 后边还有一些 后边还有一些 不过有些是被订了位置 这个真的挺好 如果不是这个 我会叫做炒面 而且大家看下边 它是垫了一条生菜 垫着 让它不要沾底 好像刚才说 有些粉丝煲 它要加很多油 令它不沾底 如果不加多油 你会沾底 下面会焦 这个就不会 接下来 我就试这个 黄鱼 应该是类似酸菜鱼的味道 有一些 有些 金针菇 这个拌饭 但真的吃不到 这个就要两个手泥 分开少少少 然后刮些鱼腩出来 而且我看到 我后面的一位 一个人 叫黄鱼煲 然后点碗白饭 就完成了 不奇怪 黄鱼 这样的 它还要写是深海黄鱼 深海吗? 我不懂 这些肉 起码不太多骨 这个是深海鱼 它有这样写的 鹅 咸水 是的 像红山鱼 那种感觉 它的汤真的有少少辣 看到有些辣椒 也挺好的 可惜我又不太喜欢鱼 没办法跟大家说到 它有多精彩 接下来 就以一个甜品作为结尾 放了一段时间 不算太热 而且吃得出 番薯的质感 有些纤维 在里面 不是全部靠科技 原先我们打算付钱 都要怎么睡 应该这么说 付钱都抵 但是这一送 没理由这么笨 最终我们卖了单 143元 又要打包给女儿 就是这些菜式 虾饺是没有特价的 如果是很喜欢吃点心的 超头祖来 出品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晚饭来说 我们都很满意 剩下这些 就是女儿 她最喜欢吃这些 甚至乎 我们是因为这个才进来 我们走过门口 老婆见到她 30元 29元8毫 就有一份 所以我们才进来 这里 我们是吃饱饱 大家下次回到 来保华路附近 又想坐得好些 坐得舒服些 可以来渡香这些 试一下 不过如果早时和午时 就可能要预早些时间 过来拿位 是的 又是很便宜的 而且这间 它不像华夏大酒店那间 它是宴会的 那间真的有点像茶餐厅 这里是坐得宽乐很多 这里是恒保华亭的三楼 真是热闹 我们以前是经常会 来恒保华亭行的 但是通常都是在楼下 走多的 因为近地铁站 前边来准备 有一个客家菜 又有得一吃饱饱 就可以来这里做健康 又或者如果你喜欢吃辣田鸡 这里都有得选择 老婆一直在说 没有以前那么旺 那是 始终在楼下 近地铁站 都是旺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餐厅全部都搬上来 不知道关不关键消防 通常都是这样的 行道没有那么旺 我知道 又或者 门阴记 刚才我经过 和大家说的茶餐厅 四人餐 108 卡彭更厉害 那些小朋友 今天是要上学的 放了学 爸爸妈妈就带他们来 巨扒 这里很划算 这里是日式咖喱饭 不过这家是不便宜的 四五十元一个餐 甚至乎你喜欢吃 顺德风味的猪肚鸡 前边都有的 哇 你看大师兄 在门口坐到这样的 是挺划算的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 份量又足够 更多人的道乡 看来恒宝楼上 这里真的挺旺 不单如此前边 还有永旺超市 我们就去永旺那里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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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坐地铁回家 如果大家可以帮我分享这条影片给你的朋友看 又或者帮我点个like 下集见 拜拜 不双三角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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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